修三个门 这个case是在downtown 然后呢 客人叫我过来调三个门 一个是这个推拉门 推拉门你看这 为什么是这种状态呢 因为这个呢 这个门打不开 老是卡在这 然后呢 这块呢 也都开了 也都开了 所以呢 又调一下这个 然后推拉的时候 刚才有噪音 然后刚才我 那个 噴了点W40 然后现在还好 然后一会儿再调调这些门 还有 还有一个 还有两个门是这种门 这个门 然后这块 这块到夏天的时候就涨了 然后就关不上 然后把这个调一下 这个一个门 还有一个这个门 这个门可能更 更有点过分 涨的 这一块 这一块和这个边上 把这个门 这个 这个 这个上面和侧边 到夏天时候根本关不上 现在呢 关也会接 所以呢 一会儿调一下这两个门 OK 这个门呢 现在已经都调好了 然后这一块呢 拉的时候也没声音了 之前是自扭自扭的 然后这儿打的门 现在也OK了 没问题了 然后这个边呢 这个边呢 原来是都已经豁出来了 都已经跟玻璃离开了 那么现在都给粘好了 用的是大力胶 给它粘好了 牢牢地粘在 粘在里边了 已经是 OK了 这个推栏门 然后再看这个门 这个门呢 是到夏天的时候会关不上 然后关不上的原因呢 刚才我看了一下 上面没问题 就是边上 边上都是很紧紧的贴着 所以呢 这边上我都给切薄了 切薄了三十二分之一打开 现在没问题 然后这边切的这边呢 我都给抹了白漆了 白漆已经做好非内式状态了 然后切呢 一般是用两个工具可以切 这个呢 切呢 就是切的是比较宽的 用这个 但是如果要是磨一个小小的边的话 还是建议用这个机器 然后这个 看这个 这个门呢 就是之前呢 之前上面也磨 这边也磨 所以呢 我把这上面和这边都给切薄了 削薄了 然后现在关的都有缝隙 有一点缝隙的话 夏天再涨这个门也没问题 为什么说不调这个hinge呢 hinge这块hinge紧紧的挨着这 紧紧的挨着这 如果要调的话 这个这个casing可能会受损失 那个那边的门也是也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呢 之前这个门被被划的就是掉了漆 然后都给他也是刷好白了 然后这边门磨的呢 也是刷好白了 对 然后 呃 呃 还有一些客人就是单独提出来了 比如说这个掉了 这个链子 这个链子掉了 然后呢 没办法 他折了 断了 断了 然后给他给他穿过来之后 拿胶给他粘好了 现在就OK 没有问题 其他的就是这样 大概是 然后这个这个机器是这种 对 OK